品不同故事 看漫图 和程伟结婚后,小姑子天天赖在我全款买的婚房里,好吃懒做,还天天和婆婆一起骂我是个下不了蛋的母鸡,甚至怂恿程伟和我离婚后再去棒个白妇美。 可是,当初我也是怀过孩子的,只是那个可怜的孩子被小姑子整没了。 既然她那么费尽心思拆了我的家,她的秘密我也不想帮她瞒着了。 我妈生病,老公不出医药费,也不去探望,婆家人还在中秋夜把我的东西从家里扔出来,逼我离婚。 他们所做的一切让我彻底寒心,我决定不再忍让,一步步展开报复。 我一进门,就看到程伟和婆婆以及小姑子程月坐在饭桌上吃饭。 他们见我回来,非但没有喊我吃饭,婆婆还阴阳怪气地说,哎呀,还以为你陪你妈吃大餐,就没做你的饭呢。 桌面上摆着四菜一汤,别说多我一个人,就算再添两个大男人,也完全够吃。 只是我本就没什么胃口,加上听了婆婆那话,更是不想吃了,丢下一句,我不饿,便进了房间。 过了十来分钟,程伟叼着跟牙签进来,斜躺在床上玩手机。 我之前经常因为她没洗澡,没换睡衣,就躺床上这一习惯,和她吵了无数次,可她就是死性不改。 现在,见她又是如此,我想要说教的话到了嘴边,又生生咽了下去。 老公,你那里还有多少存款? 程伟听到我的问话,立马暂停短视频的播放,警惕万分地看了过来,你问这个干嘛? 我妈的钱用光了,这两天,她还要做一次手术,需要三四万,你能不能给我四万块? 没钱。 程伟坐直身体,把手机塞进裤兜,掏出根烟,你妈之前都做过一次手术了,这么快又复发,没必要再做了,纯粹浪费钱。 我开口前,曾猜到程伟可能不大乐意把钱给我,但怎么也没料到他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,程伟,那个人可是我亲妈,你的岳母,你怎么可以见? 死不救,你都说了是你亲妈,你要有钱就给,没钱便罢了,总之别来问我。 我被她的话差点气晕,眉头紧锁,我们结婚五年,房贷是我给,生活开支大部分是我负责,我哪有钱剩余。 而你一分钱都没给过我,现在我妈那里需要用钱救命,难道让你出三四万都不愿意吗? 面对我的控诉和责问,她不以为然地耸耸肩,有钱我肯定会给,问题是我现在没钱。 她怎么可能没钱? 她一直有工作,工资虽然不高,可也有五六千一个月,她之前供车养车,以及工程阅读书,其余家庭开支不需要她出钱。 几年下来,没有十万八万,也有三五存款才对啊。 何况前一段时间,婆婆提到成月的婚期在国庆节,暗示我们作为大哥大嫂,要买龙凤卓,买金项链,给她做嫁妆,成为都忙不迭地点头答应。 怎么到我妈治病时,她就嚷嚷着,没钱了。 都怪我之前太仁慈太心软,以为夫妻同心同德,钱在谁手里都一样,从不要求她上交工资卡,从不问她拿钱,更不懂得弄个小金库存私房钱。 成为不愿跟我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,起身便想开门出去,我挡在她面前,没钱的话,你借也要借给我,否则我把房子卖了,给我妈治病。 我的话音刚落,成为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,房间门就让人从外往里推开了。 婆婆黑着一张脸冒了出来,张嘴便道,丽宁月,你刚才说什么? 卖房。 你要知道,你现在可是成家的媳妇,该处处以成家为先,嫁过来好几年了,还天天惦记娘家,成啥样? 文言,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更糟糕了,也不知道她躲门外偷听多久了,想必这事,她也不是第一次做了。 房子是我爸妈掏的首付,我还的房贷,我妈现在急需用钱治病,成为见死不救,我怎么不能卖房? 当年,原本讲好有两家父母共同出钱付婚房的首付款,可房子看好,要交钱时,成家却临时哭穷,拿不出一分钱。 最后,二十一万的首付款,全是我父母给的。 我父母心善,不希望因为房子的事影响我和成为的感情,还非常贴心地写了我俩的名字。 结婚时,成。 家只给了一万一的彩礼钱,我父母赔嫁了六万六块作为嫁妆钱。 婚后第二天,婆婆以没钱付结婚酒席为由,让成为找我要了三万块去买单。 成为说老家的房子太旧,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,结婚后要把父母和成月接过来同住。 我没有任何意见,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,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。 四年前,公共突发脑梗病逝,婆婆伤心之下病倒了,我衣不解带,日夜照顾服侍了一周。 婆婆病愈后,拉着我的手,感慨成家有福,娶了我这么一个好儿媳,说将来我爸妈要是有任何需求,她也会让成为做一个孝顺女婿。 她讲过的话还历历在目。 这会我妈生病,真需要成为出钱出力了,她却直接翻脸不认人。 婆婆大为恼怒,你嫁到成家来,别说是钱了,就连命都是成家的。 当年,我就嫌你个子瘦小,看着不好生养,要不是想着你是独女,家里又有几分钱,我才不同意阿伟娶你,哪料你家败得这么快,没让我们想到福,现在还想掏空我们成家,给你那病母医治,想都别想。 原来,婆婆一家人打的是这般主意。 我爸在世时,婆婆对我客气和善,从不白脸色。 去年初,我父亲开的货车在山区与小轿车发生碰撞,货车翻下山,父亲当场丧命,轿车里的乘客一死一伤。 由于父亲是赵世方,承担主要责任,家里的存款不够赔给对方,还找亲戚朋友,借了几万块。 从这之后,婆婆对我的态度大改,总是鼻子不是鼻子,眼睛不是眼睛,说话阴阳怪气的。 我心里委屈难受,但定为多想,以为真的是自己在生活中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,才惹来婆婆的不满和指责。 此刻,我才真的明白,一切都是因为钱。 有了钱,我在他们眼里千好万好,没有钱,我则一文不值。 我心里无比的难受,而婆婆还在那里叨叨个不停,手指快要戳到我了。 承伟继续躺回床上玩手机,如同局外人一般。 我见婆婆的话越说越过分,便生气地扶开她的手指。 我敬你是婆婆,但你说话也该有点分寸。 哎呀,哎呀,婆婆捂住胸口嚎叫起来。 打人了,打人了,儿媳妇动手打婆婆。 承伟猛地跳下床,挡在婆婆面前。 承越也瞬间冲了进来,对我怒目而视,你敢打我吗? 我告诉你,你伤了我妈一根头发,我都不会饶了你。 我没有,我只是推开她的手指。 我,承伟,你在房间里,应该有看到我没有动手打人。 承伟无视我的恳求和期盼,板着脸,立宁月,你妈是妈,我妈也是妈,你不该因为我没钱给你妈治病,就拿我妈出气。 天地良心啊,我真没那样想,更没那样做。 承越上前用力推了我一掌,滚,你快滚,你和你妈一起死了才对,别来祸害我们家。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,自己为婆嫁付出那么多,现在换来的却是欺辱和咒骂。 好,既然你们不拿我当一家人,那我也没必要再处处忍让了。 这是我的房子,该滚的是你们才对。 立宁月。 承伟大声呵斥道,你这是什么态度?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公? 呵呵,他妈他没欺负我,要赶我走时,他像死人一样。 我一反击,他又复活了,跑来怪我态度不好。 难道我天生贱命,应该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? 承伟,你说我眼里没有你这个老公,那你又是否记得我是你老婆? 你眼睁睁看着他们欺负我,也不见你有出面维护过我一次。 承伟脸色变了又变,还没说话,承越又抢仙道,谁欺负你了? 别整天装可怜,搞得像我们一家人,都是恶人一般。 婆婆也嚷嚷起来,对啊,我们又没打你没虐待你,你嫁进来这么多年,连个孩子都没生下来,早该把你赶走了。 我冷吃一生,眼神空洞,喃喃自语道,我为什么没有孩子,你们不是很清楚吗? 三年前,我曾怀过一次孩子,但那可怜的孩子,只在我肚子里存活了五个月,就因为承越而流产了。 承越当时放寒假在家里,有一天,承伟带婆婆回老家参加亲戚的丧礼。 承越跟同学出去玩,我让他早点回来吃饭,他口上答应。 等到了饭点,他说不回来吃饭。 然后八点左右,我发信息打电话催他回来。 他不搭理我。 晚上十点多,他突然打电话回来,说他在路上遭小流氓调戏,被拦着走不掉,让我去救他。 我顾不得自己怀着身孕,大晚上开着电动车去找他。 等我到了他说的地点,却不见他的人影,打他电话也不间接。 我开着车在附近寻找,一边开车一边大喊他的名字,慌乱中不小心在一个转角处摔了一跤,孩子就这么没了。 而承越其实并没有遇到危险。 他不过是和同学们玩游戏输了,作为惩罚,打电话骗我。 那次流产之后,我就再也没有怀过孕。 承越一个玩笑,便害死了我的孩子。 若不是碍于彼此的身份,我恨不得杀了他来报仇。 此时,婆婆居然还敢怨我生不出孩子,也不想想是谁害的。 承越不敢直视我的目光,低着头,嘴里吐出一句。 谁让你自己开车技术不行,是你自己护不住孩子,啊,你打我。 我扬着手,还想再山承越一巴掌,却被承伟狠狠推倒在地。 婆婆直接往我身上踹了一脚,还吐了口唾液,就是你自己不争气,害我没了孙子,你这样的女人,留在我们承家就是灾害。 他骂完我,立马拉着承伟的手哭诉道,你看看你娶的老婆。 现在都敢当着你的面打我和小月,你还留着这样的女人干嘛,快把她赶出去。 对啊对啊。 承越捂着脸,恨恨地说,哥,你和她离婚后,我给介绍同学同事给你,个个又漂亮又贤惠。 承伟沉着一张脸,你知道错了吗? 你问我是否知道错? 我这辈子做得最错的一件事,是嫁给你。 我嫁进你们承家,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眉。 我这话一出,如童童的马蜂窝,婆婆和承越逮着我一顿骂,还推丧着让我快点滚。 而承伟,则躲到阳台上抽烟。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时,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,是好友童童打来的。 童童在市人民医院药房上班,我妈就在该院治疗。 我回家前,托她照看我妈。 看到她给我打来电话,我心里瞬间慌了。 喂,童童,是不是我妈怎么样? 阿月,阿姨突然发高烧,又呕吐。 你快过来。 好好好,我现在过去。 我挂断电话后,不顾尊严,主动向承伟低下头,老公,我妈那出现状况了,你快送我去医院。 承伟刚往前走了一步,婆婆便伸手阻拦,不准她去医院,说那地方晦气。 承越更是直言,又不是自己的亲妈,没必要浪费时间精力去伺候。 承伟真的就站定不动,一声不吭地看着我。 此时,我记挂着重病的母亲,也懒得和烂人继续纠缠了,拿起手机快速冲了出去。 医生说,我妈要尽快手术,不能再拖下去了。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给承伟发信息,求她想办法凑齐我妈的手术费。 可她没有任何回复。 我只得找几个朋友,凑了五万块。 我妈做手术时,承伟也没有出现。 我的心一点点凉了下来,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心如死灰。 幸好,医生医术高明,我妈得上天护佑,手术非常成功。 我妈醒过来后,第一件事却是嘱咐我回婆婆家过中秋节。 在我们当地,中秋节和春节都有在婆家过节,吃团圆饭的习俗。 可我现在不愿意回到那个家去,一是放心不下我妈一个人在医院,二是对婆家人失望透顶,不想见他们。 但我拗不过我妈的坚持,加上没有换洗衣物了,只得回去一趟。 街上人潮涌动,张灯结彩,人人脸上都挂满笑容,欢度佳节。 唯有我,满心苦涩。 我回到家门口,发现门口摆着两个大纸箱和一个行李箱,困惑不已。 我想要开门,却发现自己的纸纹解不了锁,用钥匙也开不了。 再仔细一瞧,发现门锁居然换了,我砰砰砰地敲门,没人回应。 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,打开纸箱和行李箱,果然,里面都是我的衣物和生活用品,胡乱塞成一团。 我立马给程伟打电话,问他人在哪里? 门锁怎么换了? 他说回老家过节了,还支支吾吾地提出要和我离婚。 离婚就离婚,可凭什么霸占我的房子,还把我的东西扔出去? 是觉得我一个弱女子好欺负,还是以为这个社会可以任由他们为所欲为? 五天后,我妈出院了,我陪她一起住在娘家。 我妈问,我是不是和程伟吵架了? 怎么这么多天没见过她的人影,也没看我们联系过? 为了不让她担心,我扯了个理由说程伟在外地出差,忙项目,晚上才有空和我讲电话。 我妈半信半疑,嘴里念叨着夫妻之间要是起了矛盾,也不能斗气,有话好好说,有事好好解决。 若是一切真能像我妈讲的那般简单就好了。 周日上午,我去菜市场买完菜,刚走到家门口,便看到大门敞开,里面有熟悉的说话声。 我忙快步小跑进门,婆婆和程月居然来了,而我妈坐在沙发上,脸色苍白,眼里含泪。 你们跑来干嘛? 婆婆对一旁的程月使了个眼色,程月立马扬了扬手里的四位纸。 这是离婚协议书,我哥已经签字了,你快签了吧。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,我妈先扒拉了我一下,神色仓皇,小月,你们真的要离婚。 妈,没事,你别担心。 我安抚了我妈一句,然后瞪向来者不善的两人,程月要和我离婚,那就让她亲自跟我谈,躲在背后做什么缩头乌龟。 我儿子懒得再见你,像你这种生不出淡的母鸡,早该自动自觉离开了,非要别人把你轰走。 婆婆的话音刚落,我妈就站了起来,哽咽道,都是女人,你留点口德,当年是你们家千求万求让我女儿嫁过去的,我女儿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的苦,现在你们还来做贱人,到底有没有良心? 本来就是你女儿没用,无法为我们成家延续香火,再加上你这婢娘的拖累,我儿子不离婚的话,那才是傻瓜。 你,你们,无耻。 我见我妈气得快要晕过去,急忙扶住她,轻拍她的背。 妈,妈,冷静一下,别与小人计较。 你们还不快滚,要是我妈有个三长两短,我要你们全家陪葬。 在我怒吼之下,承越扔下离婚协议书,带着婆婆样样地离开了。 承越刚跨出大门,又回头说了句,你最好快点签字,我哥等着娶新嫂子呢。 欺人太甚,真的是欺人太甚了。 在我的安抚劝解下,我妈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,身体也在逐步恢复中,见她健康无恙。 我终于放下心,也可以想法子收拾承伟一家了。 我给承伟打电话,告诉他,房子可以给他,但当年我们结婚时,他说过要带我去云南度蜜月,却始终没有去,现在,他要先履行承诺再谈离婚之事。 承伟没多犹豫,便答应了。 我给我妈起了一个保姆,接着和承伟出发去云南。 承伟以为我对他还不死心,想借着度蜜月的名义,挽回他的心。 不得不说,越是普通的男人,越是自信,我都不知道他从何看出,我对他痴心不改。 承伟刚开始还摆着谱,冷脸相对,但在我热情主动和做小伏地的努力下,他慢慢又与我互动起来。 他还感慨了一番,说什么若是我能哄得婆婆开心,与他家人打好关系,或许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。 我抬起头,深情地望着他,炫炫欲气,老公,我知道错了,不管未来如何,在这段时间里,希望我们能弥补曾经的遗憾,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 没有了婆婆和承越在中间坐搅屎棍,我和承伟避而不谈糟心事,每天吃吃喝喝玩玩,感情快速回升,如同真的在蜜月旅行。 快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,八天的旅程结束了。 我们回到家乡,拦了计程车。 快到我妈家的小区,承伟时不时用眼神扫一下我,显得欲言又止。 阿伟,我爱你,想继续和你在一起,你,能不能先考虑几天,再做决定? 承伟张了张嘴,最后什么也没说,微微点了点头。 我下了车,眼睛通红地看着他离去。 等车子消失不见后,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。 晚上九点多,承伟给我发来信息,问我什么时候能去办理离婚手续。 他一到家,就问我这问题。 看来,婆婆和承越又在旁边推波助澜,煽风点火了。 我故意晾着他,等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复。 当然,我不是同意离婚,而是苦苦哀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他坚持要离,我却拖着不配合。 就这么拉扯了十天,我把承伟约了出来。 他以为我终于愿意配合签字离婚了。 所以,当他看到我弟过去的运简单时,直接傻眼了,结结巴巴地说,我们,我们不是做了安。 全错失吗? 你忘了有两次太兴奋,后面没带那个吗? 我露出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,红着眼眶道,你要做爸爸了,难道不高兴吗? 高兴高兴。 我看出承伟言不由衷,但那又如何,只要他确定我怀孕,不与我离婚就行了。 当天,我跟着承伟回了家,婆婆和承越见我出现,无比的惊讶。 妈,阿越怀了我的孩子。 这话如同深水炸弹,把婆婆和承越直接雷翻了。 承越指着我的肚子,这是你的设计。 真怀上了吗? 我不愿与他俩多纠缠,打了个呵欠,就要进房间歇息,解释工作留给承伟。 六点多,承伟喊我起来吃晚饭。 婆婆和承越依然冷着脸。 我视而不见,喝了口鱼汤,立马捂住嘴巴,冲到卫生间,干呕起来。 我从卫生间出来时,看到婆婆守在卫生间门口,神色深沉,脸上写着猜疑。 从我带着运渡回来,家里的氛围变得非常怪异。 承越对我还是阴阳怪气,婆婆则是既兴奋又嫌弃,承伟表面上会关心我,实际上连话都不与我多说一句。 母子三人总是躲在角落嘀嘀咕咕的说话,只要我一出现,便哑口无声。 我偷听过几次,他们谈论的内容大概就是承越劝承伟甩了我,努力追上他的富家小姐妹,婆婆则认为我要是生下儿子就别离婚了,要是生下女儿或者像之前那样流产了,再把我赶走。 我真的想不明白,婆婆和承越为何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,还是他们本来就是坏心肠的女人。 承越不想整天看到我,选择搬到男朋友家里住了。 他不在家,承伟白天上班后,婆婆就弄些咸菜白粥做午饭。 我自己每次点外卖满水果,要被他讽刺吃得多,浪费他儿子的钱。 甚至,我泡红枣桂圆水,也被他骂一顿。 直到我说是泡给承伟喝,改善他的睡眠后,他才闭嘴。 我是孕妇,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享受到孕妇的待遇,一天被婆婆气上好几次。 我跟承伟哭诉婆婆的所作所为,他除了不耐烦外,没有任何表示。 早上,我看到婆婆拖地太多水,让她把拖把拧干净些,她骂我多事。 过了一。 会,我从房间出来时,脚一滑,狠狠地摔了一跤,血从身下蔓延开来。 我捂着肚子喊痛,婆婆从阳台跑进来,咋滴咋滴,你怎么走路那么不小心? 出了这么多血,我的孙子,孩子又一次没了。 承伟得知消息赶到医院,婆婆一直狡辩,趁是我走路急急忙忙,才摔倒的,坚称与她拖地的行为无关。 而她虽然黑着脸,却一句重话,也没跟婆婆说。 孩子没了,我要坐小月子,婆婆照顾的一点也不上心。 她早上煮一锅粥,就出去打麻将,打到傍晚才回来做晚饭。 承越更是跑回来,窜多承伟快点离婚,说我肚子不争气,永远都没机会让她做父亲。 承伟说自己要出差一段时间,一切等她回来再处理。 家里就剩我和婆婆了,挺好的,方便我行动。 没过几天,婆婆开始嚷嚷着家里有鬼,说总是半夜听到鬼哭的声音,窗外有影子飘过,还听到敲门声。 有小孩哭着喊奶奶开门。 婆婆问我,夜里有没有发现异常。 我坚定称自己身体虚,睡得沉,什么也没听到。 婆婆要承越回来陪她睡。 可承越忙着和男朋友去三亚拍婚纱照,哪顾得上她,不以为然地劝了她两句,让她别多想。 有一天晚上,婆婆半夜起来上厕所,从卫生间出来,看到地上有一大滩血迹,尖叫了一声,直接吓晕了过去。 等她醒来后,急忙冲到主卧前,狂敲门,把我喊醒。 我一打开门,她便浑身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臂,面目猙獰地喊着,血,地上有血,血。 没有啊,地上什么都没有。 我想拉着婆婆,走到卫生间门口,她却死也不挪脚。 血,好多好多血啊。 有血就有血,你怕什么? 还是在唏嘘什么? 是怕我死去的孩子变成鬼来找你寻仇吗? 我阴深深的话一说完,婆婆瞪直了眼睛,浑身一哆嗦,嘴里喊着别来找我,别来找我,便冲进房间,啪得一声关上门。 呵呵,很多时候,人比鬼还恐怖还可恨。 一周后,程伟回来了,他看到婆婆神惊兮兮,脸色憔悴,便责怪我没有照顾好她。 我在坐小月子,不该是你妈照。 顾我才对吗? 怎么颠倒过来了? 他说不舒服,我要带他去看医生,他不愿意去,天天喊着让我抓鬼,我去拿给他抓。 要不你给他抓一个看看。 程伟被我对得无话可说。 婆婆要程伟时刻陪伴左右,守在他床边,才能入睡。 程伟被他折腾了几天,没法子之下,强行把他送回了老家。 看来平时的母慈子孝都是假的,一有问题,程伟随时能舍弃自己的母亲。 婆婆送走后,程伟再次跟我提离婚。 我浮起一抹冷笑,行,既然你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了,那我也不再挽留。 嗯,下周一,我们先去处理房子的事,再去办离婚手续。 房子你就别想了,我咨询过律师,虽然房本上是我俩的名字,但首付是我父母出的,房贷是我还的,就算上法院打官司,这房子也必定是归我。 你上次不是说,我说了什么? 我不带程伟把话说完,就直接打断,我什么也没说过,要不协议离婚,房子归我,你带着你的存款去泡千金小姐,要不咱们法院见。 程伟当然不肯把即将到手的房子白白给我,对我又是威胁,又是恐吓,又是装可怜,总之,想尽了办法,让我把房子给他。 我才不怕他使手段,他对我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,我若继续心软善良,就真的是傻得无药可救了。 过了几天,程伟找我谈,让我付十万块作为补偿,他才同意把房子给我。 估计他也咨询过律师了,按现在的婚姻法,上法院的话,他讨不到什么好处。 我不可能给他一分钱,大不了就起诉离婚。 他们一家人,在我的房子里住了这么多年,我没找他要房租,都算仁慈了。 程月从三亚回来,跑到家里骂我害他妈的精神有问题,又骂我霸占他哥的财产。 我举着手机冲他拍视频,扬言要到网上曝光他这个嚼屎棍小姑子,到时候看看吃瓜群众会帮谁。 哥,你怎么还忍他呀? 这样坏女人就该狠狠揍一顿。 打我。 来啊,家里已经装了监控,你们敢动我一下,我就报警,让你们进监狱。 程月闻言,连忙伸手抓住程月蠢蠢欲动的双手,让他别冲。 动。 程月,你不是给你哥介绍了富家小姐吗? 要是娶了她,你们一家人可就跟着享福了。 你该劝你哥和我快点离婚,把富家小姐给哄到,不然,惹急了我,我找到她面前搞破坏,你们的美梦可就碎了。 你敢。 程月张牙舞爪,恨不得把我给生吞活泼了。 我挑眉一笑,你可以试试看,我敢不敢。 人都是欺软怕硬的,加上程月兄妹俩有别的图谋,在和我拉扯了十来天后,终于答应按我的要求离婚。 婚一离,我限定程月在两天内把她的东西收拾好,滚开我的家。 远离坏人后,感觉连空气都变得清新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两个月后,程月的婚礼在当地高档酒店隆重举办。 我没有受邀参加,但作为前大嫂,怎么着也要有所表示。 我到了婚礼现场,看到新郎新娘正在舞台上合唱情歌,男剧女貌,可真是登对。 远远还瞧见前婆婆瘦得不成样子,神情恍惚。 程月身旁有个年轻的女子,两人动作亲密。 看来她魅力很大呀,这么快就把白富美搞到手了。 我没有打扰她们的雅兴,悄悄把大红包给程月婆婆,再直接退场。 红包里面是程月曾经确诊怀孕和打胎的单据。 程月高三那年与初恋男友偷吃禁果,还怀孕了,她不敢让大家知道,偷偷去打了胎。 我也是前段时间整理程月住过的房间,才从中翻出这些东西,知道此事。 真的是天助我也。 程月害我没了孩子,又多次挑拨离间我和程伟的关系,甚至在我俩还没离婚前,就怂恿她追求别的女人。 既然如此,我顺势给她送上大礼,也是理所应该的了。 程月那边,我也不会后齿薄笔,礼物已经备好,等她再婚时,便给她送上。 就是不知道杨伟早谢的她,能不能娶到白富美。 在我和程月补蜜月旅行时,我每天冲两杯桂圆红枣水,里面都放了避孕药。 程月吃了将近两个月的避孕药和有损难事性能力的药,那方面功能将会大受影响。 她这辈子想做父亲,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 怀孕也是假的,那是我精心策划的报复计谋。 流产自然也是假的,血。 是买的血浆,医院那边是托彤彤帮我演的戏。 从医院回家后,我在前婆婆喝水的杯里加了致患的药物,晚上放些孩子哭喊的音频,她那晚看到的血,也是我特意弄的血浆。 一切进行到现在,都挺顺利的。 所有伤害过我的人,都让他们付出代价了。 以后,远离烂人烂事,相信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。 全文晚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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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